美国联准会决议从10月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 并维持接准利率在1%到1.25%的区间不变 符合市场的预期 但也释出年底之前将在升息一码的讯息 市场解读比较偏向鹰派 看到这美元指数收涨 金价跌落到本月以来的收盘低点 黄金期货价格失守1300美元大关 收在每盎司1293.30美元 跌幅2.12% 回顾上礼拜全球指数最为弱势的就是 MX金虫单周下沙3.61% 费城经营跌幅2.63%排在第三 而对照上周基金绩效最差的标的 除了红利环球基金 土耳其股票基金AA股 反映土耳其股市下跌了3.36% 而出现了负5.82%的周报酬之外 第二到第四名都是黄金相关的基金 一周的负报酬从3.63%起跳 绩效最差的第七第八还有第十名 也都是黄金基金 负报酬都超过了三个百分点 软性商品则以咖啡豆的叠势最凶 天气预报显示 全球最大咖啡产国巴西 渴望在近期降下及时雨 化解了干旱的疑虑 不过油价上涨了1.54% 支撑CRB指数周线只有小跌0.26% 伊拉克石油部长表示 OPEC正在考虑延长减产协议 或是进一步加大减产力道 激励油价回升 并占上5月底以来的高点 纽约原油近月期货价格 收在每桶50.66美元 而美国能源资讯管理局EIA在9月份发表的报告当中 预估今明年布兰特原油的平均价格 分别为每桶51跟52美元 而西德州油价则各为每桶49跟50美元 MX石油、MX能源还有NYSE能源分别位居上周强势指数 第二、第三跟第五名涨幅都从2%起跳 费城油业也以1.79%排在了涨幅的第七名 而虽然石油能源相关指数占了最多的篇幅 不过上礼拜最强的却是第二季经济成长率 创下新总统上任以来最高水准 2.7%的阿根廷 阿根廷股市大涨了5.39% 成为上周全球指数涨幅的冠军 日本央行重申维持宽松货币政策不变 为日元带来贬值的压力 加上安倍晋三可能提前举行国会选举 并推出规模2兆日元的新经济刺激方案 增添了市场的不确定性 看到日元一周贬幅超过1% 由出口类股带动了日股走强 日经二五指数周线上扬1.94% 排在全球的第六强 东正一部也以1.57%的周涨幅 挤进了第十名 而上周绩效出色的基金 就反映在日股跟油价的上涨 1到5名正报酬从3.31%起跳 6到10名更清一色 通通都是能源相关基金 不过台北股市在上周五大跌了128点失守季线 以周跌幅1.24%名列全球指数的第四弱 弱势指数6到10名跌幅都没有超过1% 第七名的NBI升级收低了0.52% 而上周全球第八弱的巴西股市 周线也只有小跌0.48% 在投资人预期改革方案将会通过 央行连续降息以及原油价格走高的影响 看到巴西股市再次见到历史高点 并且占上了7万6千点整数大关 但由于铁矿砂的价格受到中国环保政策影响而重挫 就拖累到了巴西股市创高之后拉回 追踪上周ETF的资金流向 以iShares罗素2000ETF获得24.95亿美元净流入最多 其他包括SPDR标普500指数ETF SPDR黄金ETF PowerShares 纳斯达克100指数ETF 都分别有7点多亿美元的进驻 SPDR金融类股ETF则净流入6.82亿美元 是上周的第五多 资金流入6到10名则介于5到6亿美元之间 标的包括了半导体 标普500指数 MSCI核心 欧望远东 FTS1新兴市场 以及罗素中型价值股相关ETF 至于资金的流出 以iShares核心标普500指数ETF净流出11.53亿美元最多 2到5名介于4到5亿美元 包括了中型股 核心高股力 小型股相关ETF 以及Velocity Shares每日放空短期波动率指数ETN 而6到10名都是在2亿美元左右的净流出 分别有美国小型股 小型成长股 信息市场美元债券 核心标普小型股指数 以及MSCI加拿大相关ETF S&P511大类股的涨跌互建 循环性产业包括能源及工业类股分别收高1.53及1.38% 升息的预期则带动银行股随着公债殖利率走高 也推升金融类股静扬了1.62% 而表现最强势的就非通讯类股莫属 一周大涨3.27个百分点 主要是受到了电信公司Spring及T-Mobile 传出正在积极洽谈合并事宜所激励 而反观防御型的不动产 公用事业及核心消费类股表现是最为弱势 科技类股则收黑了0.63% 主要受到苹果股价下跌5个百分点 创下8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准所拖累 除了Apple Watch传出网络连接问题之外 更因为市场对新款iPhone销售有所担忧 另外电子产品零售商Best Buy 则因为财测欠加使得股价大跌超过8个百分点 美国将要公布第二季经济成长率终止 预估将微幅上锈到3.1% 其他重要的经济数据 还包括了8月新屋销售及耐久财订单 8月个人消费支出PCE评检指数 核心PCE数据 其中核心PCE年增率预估将持平在1.4% 欧元区则有德国9月CPI年比 中国则要留意9月财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结束 以上是这个礼拜放DJ基金及ETF周报 感谢您的收看